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穿这样的衣服 包括我身后的这个背景 大家应该知道我说的话题 8比2白云赢巴萨罗了 我觉得这个比分确实是有点大 那关于巴萨的问题呢 我们下一集再说 我们首先来说白云 白云连续两场球 一是8比2赢巴萨 另外一场球半决赛 3比0赢李昂 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整体数字很高 那这样子呢 就形成的这个坊间呢 就有这么一个说法 是不是巴萨所谓的这种技术流 传控战术要退潮了呢 而巴萨的这种快速 抗衡力为主的这种打法 是不是比较时髦呢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评论 我觉得这么看的话呢 写得有点片面 从我的那个角度来讲呢 巴萨的所有的这个基战术打法 它的个人素质 包括他们的要求 包括他的精神面貌 它确实值得 我们学很多很多的地方 那如果说到那个战术的问题 巴萨的打法呢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巴萨独有的 你好比说 我一直提到的马特里经济 它为什么在巴萨和黄马的那个架风当中能生存 它就是属于根据队员的特点 打出我的那个风格 你比方说吧 防守反击 他一直的打得很好 以前在打的比较有效率的时候 热刺的打法也很让人观众耳目一新 包括利物浦 在今年的英差联赛当中 他的所表现出来的水平 综合的能力也是很好 只不过的区别在于 以前为什么利物浦不能拿冠军 30年之后拿冠军呢 就是他的稳定性 那说到稳定性呢 我觉得巴萨呢 他要快的时候 他快得起来 要慢的时候 他也稳得住 所以说我在讲球的观众中 提个一个观点 快的时候一定要准 慢的时候一定要稳 如果说要抽出 拜员这场球里面 在整个综合数字的各方面 来那个平行的话呢 我专门挑出了一个 支点和支配的问题 我们通过板面进行分析 说到支点的问题呢 在这场球里面 有一个特别形象的 就是从这个画面大家看到 在进第三个球的时候 帝亚哥一个直线的球给了 哥雷茨卡 完了哥雷茨卡呢 在没有停顿的过程当中呢 给了格拉布里 结果呢 这个球呢 从配合 包括在整个运作过程当中呢 时间差 包括时间与空间的利用 都打得相当好 这是一个典型 其实说到支点呢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式方法 在比较过程当中呢 中场的人跟中锋产生联系 完了之后 给球之后 马上的形成一种接应 到最终分边 或者在中路形成一个渗透 两边进行形成的话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在整个结构当中呢 除了支点的问题呢 我觉得整个中锋线里面 中后场的支配 也是显得特别的重要 在拜仁赢 巴萨 巴比亚的场球里面 我觉得值得提出一个人 就是六号的 迪亚哥 因为他在中后场里面 这种连接呢 把前与后 左与右的关系的 连接的特别好 比方说我刚才提到了 那个进球 由于他呢 从进攻的那个起点里面 给球跟中间形成一种联系的话呢 就时间把握得很好 那这样子就变成 前与后 左与右 有了一个好的支配呢 整个打法的就打得很火 现在主谈呢 要找一个成功的脱后中场 不容易 那迪亚哥也不是最好的一个 但是在拜仁赢 巴萨的场球里面 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数字呢 是很高的 你看那个线路 当后卫拿球 需要支援 需要进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迪亚哥 他总是出现一个关键的位置 完了之后 我们也同时看到 每一个位置的人 给球之后 他接应 前后 左右的连接 都显得特别的清晰 这样子 形成一个合理的支配 把整个机上手打火 从右到左 我刚才说过了 就是需要他出现的时候 他总是出现一个关键的位置 把前与后 左与右的连接 给他连成一片 这样子变成了整个打法呢 显得特别火 有中有边 对对方的打击 来得形成一个很好的机会 当然了 打完巴塞的场球 很多人就夸奖 带人的工匠精神 包括我刚才所提到的 支点支配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 远不止这两点 你比方说 在支点的问题上 这场球里面 我觉得来万多司机 包括那个可列茨卡 也做得很好 标位的助攻当中 你的行动速度 给对方的打击 大为是也表现得不错 值得一提就是说 第二场对李昂 在比赛关键的时候 我觉得格拉布里 那个进球很关键 因为进第一个球之前 对方 李昂了 他两次的反击 也是很有威胁 打门注 包括单的球不进 是有点可惜 那转过来 格拉布里的轰进 一个世界波 是一个很好的 那个转折点 所以说我觉得 学拜仁 其实不但要学习 他的工匠的精神 不但要学习 他们的风格 我觉得他们表现出来的 很多的技术 战术的元素 也是值得研究和学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